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觉得释迦语有什么特点呢 有三点 第一 精炼含蓄有味 你比如说以前我们都懂的一个故事 就是盲人摸象那个故事 对不对 盲人的看不见 一个盲人摸到那个象的肚子的时候 哦 象像一个墙壁 另一个盲人抱住这个象的大腿的时候 哦 象是什么 就好像一个圆柱那种 一个摸到他的耳朵 哦 象像一把扇子 摸到他的尾巴 象像一只绳子 那么如果他们基于他们所摸的 感受的那一块来说 他们说的是象吗 不是 只是部分 对不对 啊 那么如果你光是解除精粹的 你光强调他摸到住腿 你就说象就是腿 像这个腿这样一个圆柱形的 你老实讲的表现象就是圆柱形的 那显然就有误 对吧 所以 那么诗歌呢 你又不能够面面俱到 你又要突出他的精粹的地方来 那么 那就需要他把 需要你把不适宜表达那些方面隐藏起来 有意的隐藏起来 或者是有意的省略 这就造成了诗歌的精练含蓄 但是我们一旦明白他之间的辩证关系 他又有味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所有意省略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术语叫做空白 造成空白的地方 那么你见赏的时候呢 你懂得这个辩证关系 你都懂得怎么去填补空白 你有事干吗 你有的发挥你想象联想的空间 扩大的 广大的空间在里面 那么不是有味了吗 是吧 第二是跳跃性 跳跃性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从两方面来讲 写锦 诗歌里面他往往要通过锦来传情 但是诗歌不一定呢 有时候呢写着专职写一个意象一个锦 他可能通过几个锦 几个场面 对不对 来组合的 那么锦与锦之间就有跳跃性 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协议 感情它也有变化的嘛 刚开始怎么样 然后发展到高潮感情又怎么样 最后怎么样 对不对 感情它有个变化的 变化它也造成一种跳跃性 第三点 要突出形象 我们知道中国的诗歌 往往是要借锦淑情的 我们特别强调了意象 通过意象组合成为意境 来表情达意的 所以要突出形象 这个就是施家瑜的特点 那么我们懂得这个特点以后 我们欣赏诗歌呢 那么就要注意 要懂得填补空白 空白的那些地方是 作家有意省略而已 有意把它遮蔽而已 不是说没有 它是有的 就好像云彩把龙的其他部分 挡住的那些部分挡住而已 所以在诗歌里面的那些 有意省略而造成的空白 其实是空而不白 它是有东西的 我们就善于去填补 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 我们来看这首诗了 就是你看 我举这个例子 要说明的就是什么叫做诗 诗与小说散文相比有什么区别 第三 诗歌的空白是怎么造成的 我们欣赏诗歌 要如何去填补空白 特别通过这个例子来讲明 诗家语语的三个特点 吹护体都城南庄 大家非常熟悉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香印红 到了今年又到此门 看到什么 人面不知何处去了 桃花呢 依旧在那里笑东风 有些本子叫春风 课本不一样 但是同时在晚唐 同那个时代的人 叫做孟奇的 他写了一本叫做本事诗 在情感里面 他是用笔记小说的形式 来叙述了这个故事 他说 吹护 举进式下地 清明那一天 大家注意了吧 清明那一天也不是说 只有路上走的人 上坟的人才走在路上 清明那一天他独有都城南 那显然 这个是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 考不中 下地 但是他又留在京城 准备来年代考 清明那一天回不了家 他只自己独自到外面去春游 游到那里 都城南那个地方 德居人庄 遇见了一个村庄 有人住 到底有多大呢 就是呢 一亩之宫 那范围还挺大 而 花木重粹 寄若无人 叩门久之 有女子自门戏窥之 他那里敲敲了半天门 有一个女姑娘 打开一个门缝 从门缝那里呢 往外呢 看 窥探 问呢 谁也 哪一位啊 那么 崔乎呢 以信字对 告诉我信什么 叫什么字 他为什么不是以信明对呢 而以信字对呢 大家想到什么没有 古人啊 一般情况下 不会称人家的名的 而是要称人家的字 这种是一种 表达对对方的一种尊重 的一种习惯 你在什么时候才用你名字呢 你要去报考什么什么 要填那个呢 笔表的时候 对不对 在那种场合 才适用你的姓名 所以一般呢 就是讲 姓和字 当然现在我们呢 就没有字 只有名了 对不对 曰 说明他的来意 寻春独行 酒可求饮 我自己春游 独自春游 喝了点酒 口渴啦 到你这里找水喝 好 看下面描写了吧 女子以杯水字 拿着一杯水 到来了 开门 设床运坐 那个床就好像 现在我们那种 比较高的沙发 上面放个茶几 上去盘腿而坐的 那种叫做床 设床而坐 她自己呢 姑娘呢 跑到小桃树那里 独自呢 靠在小桃上面 一个鞋颗 就是鞋肢那里 出力 站在那里 离他远远一点 是吧 但是她说表达 那个情意 你看下面怎么描写 而艺术疏厚 夭之媚态 卓有余年 是不是 她在那里啊 显示出她的万种风情 对不对 但是她不说啊 就在这里了 没有言语 吹 吹 以言挑之 就是以言挑逗她 她又不对 不回答 虽然没有语言回答 但是她老是在那里施展她的媚态 对不对 妖之媚态 目住者久之 大家说 对不对 施媚态以后呢 不管你 她在那里转过给个背后的 你在那施媚态 你看不见 不是 她一边的眼睛看到你 是媚态 她就不说 所以辞去宋志门 因为你挑逗 用语言挑逗 她没有回答 所以呢 所以呢 告辞 宋志门她把她送到门口 送到门口也就罢了嘛 把门一关 拜拜 但是呢 所以她又有如不生情而入 哎哟 好像有一种是吗 惆怅 对吧 无端的惆怅 不生情 这种离别之态 崔呢一边走 走走又回头看看 走走又回头看看 崔以倦盼而归 此后绝不复制 因为崔虎回去了以后 要忙到准备科举考试啊 所以此后绝不复制啊 等到呢第二年的清明 那一天 她突然又想起了 哎呀 去年的清明 曾经遇到的那个艳遇 对不对 想起了 行不可意 尽往寻之 直接就跑到这里来 这里看这个桃花树下的姑娘 但是发现什么呢 门墙如故 大门已经锁了 人已经走了 不知去哪里 所以她畅旺之急 就在柴门那里提了这首诗 去年的今天啊 今日此门中 好了 如果我们说小说那个方方面面的描写 是一条全龙的话 那么崔虎的这一首诗 恰好是录出了这条 抓住了龙的精彩的那一部分 它的一早或者一灵来进行写的 是不是啊 啊 那么 而且她这个一早一灵呢 她通过诗的这个处理 她的处理是比较高妙的 她抓住时间的两头 一个时间是去年的这一天 一个时间是今年的这一天 对不对 时间的两头来进行构思的 时间的两头 她遇到什么 她遇到什么 来进行构思 去年的这一天 看到了姑娘在桃花树下 那个妖枝媚太等等等等 那一幕 今年呢 来这里门锁了 桃花依旧人不见 就是去年的这一天 今年的这一天 她所看到的那一个场面 抓住两个场面来写 同一个地点 两个场面来写 省略了 啊 里面这个小说所描写的 那些人物的言行举止 省略了 而且是突出了一个画面 人面靠在桃花那里 其实是人靠在桃花那里 她也不写整个人 她就突出了人面 人面也不具体 如果说你读过来 我们那个古代小说那些画本 或者是张回体小说 你说她要写一个人脉 应该要怎么写 对不对 首先写她的是什么什么 脸型 是什么什么 鹅蛋型 是吧 然后写她什么柳叶眉 玄胆鼻 樱桃口 等等 是吧 还要那些涂脂抹粉 是吧 查什么鹅黄 贴这个鹅黄 涂胭脂 然后又要给她那描写一番 什么陈鱼 什么什么落雁 之帽 悲花 这个地月修花 姿态等等 有一串的描写 但是你她在这里不描写那些 她只突出人面 人面谁都有 谁没有一张面呢 很普通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忘了 她把它和桃花靠在一起 这里面就构成了一个异象间的关系了 人面和桃花这两个异象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什么呢 是相应红的关系 对不对 人面和桃花是相应红的关系 互相隐称而显出那种美 这样的关系 所以不用你去讲她有多美 桃花有多美 她就有多美 这个人面 对不对 她就抓住这一点够了 就说她第一次见面相逢 有这样的烟运 第二次不见 那种惆怅 落寞 可以了 所以说你说她隐藏了 故意省略了多少东西 这种就是精烈含蓄的处理 造成了诗的巨大的空白 给我们读者留下了丰富的空间 扩大的空间和丰富的内容 感情也形成跳跃式的 去年的感情是那么高兴的 欢乐的 今年呢 惆怅 跳跃 形象感非常强 对吧 所以 我们懂得呢 就是读诗啊 不仅要 了解施家语 还要懂得 填补空白 下面我们讲第二点 联系上下文 通过意向的组合 梳理情感逻辑 这个是我们讲相 也就是进入到欣赏 这个层次 的时候的第二点 先来看看啊 这首词 王汉梁州词 大家很熟悉吧 非常熟悉 问题在哪里呢 在第二句 玉影琵琶马上吹 以前我们是怎么理解这一句呢 以前 战鼓在吹 他们有战鼓在吹啊 但是琵琶马上吹啊 琵琶吹去干什么 上战场 而且你看香港的一个小学的读本 给整个香港的小学生读的 背诵的 也是这么理解的 你看他翻译过来啊 翻译过来 他说 举起名贵金银的夜光杯 背诵上满阴红的葡萄梅酒 有我们正痛快的畅饮之时 便传来正正急出的琵琶声 吹人出发 琵琶声吹人出发吧 但大家还不放下酒杯 有人豪迈的说 即使罪恶在沙场上 也请诸位不要取笑 因为自古以来 出战的真人 又有几人能平安回来呢 如果是琵琶吹人出发 是战场的话 大家还不放下酒杯 继续喝下去 甚至还要豪迈的说 不要管我 我就要喝醉去 喝到罪恶沙场 你们都不要吓我啊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语文呢 这么一来的话 那确实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对不对 首先 第一 古代吹上战场 是不是用琵琶 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 对不对 当你读到第三句 你都感觉到 这样的解释 有些不太对头了 罪恶沙场均莫笑 要联系上下文 不能够断章取义 这个第一 第二 我们要聚备一定的古代文化知识 常识 要知道 不知道你 对涉及到这一方面的诗歌 你无法见赏下去 对吧 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 古代的琵琶是干嘛的 古代的流行音乐 叫做音乐 根据宋书 就是宋代的史书 音乐字里面记载 他说在唐宋 唐时期 唐时期的这个流行音乐 有 音乐 一约 二 清桑 三 西梁 四 天主 这个是约 不是日 错了 约 五约高丽 六约秋枝 七约安国 八约苏勒 九约高昌 十约康国 而总称音乐 大家把那个日子改回约子 那么这里呢 除了什么 除了音乐和清桑 是中原古乐之外 其他的八部 都是西域少数民族的音乐 这样来构成唐代的音乐 大家知道唐代的流行音乐 很多是少数民族的音乐 那么 这种音乐往往在什么地方演奏呢 是在宴会上 公司宴会上演奏的 古代在那种庄重的场合 比如说开国大典 祭天 出征前的四十大会等等 这一些场合 奏的乐叫做雅乐 这种雅乐 那是庄严树木的 流行音乐 叫做演乐 在公司宴会上 演奏 用什么来演奏呢 各种乐器 你看胡乐绝大部分 很多都是胡乐器 什么枪笛 对不对 笛了 消了 截骨了 最重要的就是琵琶 琵琶原来也是少数民族 西域少数民族的乐器 最重要的是琵琶 而且这种琵琶 由于是用琵琶 最重要的琵琶来演奏 而且它还用琵琶来定它的声调 琵琶四根弦 一个弦有七调 四七二十八调 所以琵琶有二十八调 那么这个琵琶有什么作用呢 在烟会里面演奏啊 它是为了琵琶 助兴的 就是让这个琵客高兴 多喝些酒 叫做琵琶助兴